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永远不与中国开战 当地时间13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翰海顿在与学者对话时 强调了美国若与中俄开战的可怕后果 而海顿在谈到美国的国防战略时 将俄罗斯与中国称为步步进逼的威胁 美国开始在更确定的条件下讨论中国 奥汉伦进一步询问 如何评估中美爆发某种形式战争的可能性 并提到了哈佛大学知名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西底的陷阱